今天宣布今年度上半年度 一到六月 整個農產品的外銷出口值 就已經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 那么来听一下稍早农委会怎么说 主要的農產品的出口市场 包括中国包括日本美国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主要的市场 可是我们针对新兴市场的部分 包括我们去中东市场 包括我们去俄罗斯 甚至新加坡 在既有的市场以外找新的通路 这个都是要让整个台湾农产品 持续可以增加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 那么农委会表示 今年上半年度 整个台湾农产品外销量 达到116万公顿 那么总金额是有达到853亿元 那么比去年一整年的整个数字 都还要来得多 那么是创下20年来的新记录 那么中央的农产品 包括像是稻米 水果 茶叶 花卉 鱼产品等等 其中水果的出口值达到42亿元 那么到去年同期成长了将近五成 那么其中包括像是凤梨 莲雾 香蕉 这些水果成长率 出口成长率都超过五成 那么包括了这个五大出口国 中国大陆 日本 美国 越南 香港 这是我们的五大出口国 那么另外呢 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韩国的农产品出口呢 也增加了28% 表现相当亮眼